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再找理由了 还不如开开心心的回家过年吧 你所搭乘的是第一个小时的幸福哈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听到的是林一连所演唱的《理由》 Paula Nancy 是我的朋友 男孩优秀 女生温柔 今生缘分早在前世秀 先世秀 他们总是喜欢牵着手 随着心情任意到处走 纵然他们从来不浮游 一生相守 就算忧愁 从不奢求 爱 这反复素质的可疚 爱 让自私在意的低头 都是无可 让人勇敢向前走 爱 又让人坚强的理由 爱 是所有幸福的起头 真爱是自由 就在真心中停留 愿你我 都有 都真正地拥有 这一份纯真到永久 大家这么害怕回家过年啊 大概有几个让人觉得不太愉快的状况 但是有没有发现到这些状况 其实都是来自于长辈 这个长辈要用引号上下引号框起来 那为什么长辈会让人家觉得压力很大呢 大概就是会有几件事吧 比方说会先问说 那你现在工作状况怎么样啊 那你生了没有啊 如果他刚好又跟你比较熟 他说 以前你们搬那个鞋鞋 我也在路上遇到他 他现在已经在当什么 总经理了 那你就觉得 可以不要拿别人来跟我比较吗 再要不然呢 最害怕的就是还没有结婚的人 没有结婚的一定会被问到 有没有对象呢 怎么不积极一点呢 你要知道啊 一女生要是过了三十岁以后 哎呦 那真是乏人问津啦 不拉不拉不拉 好 那如果你已经有对象了呢 他就会说 那什么时候结婚呢 不要再拖了 你们都在一起多少年了 如果还继续拖 这将来一定就没有了 你还是赶快结婚吧 好 那如果已经结婚的话 会被问什么呢 那就是什么时候要生 baby啊 要积极一点 好像你的人生整个都是荒废的 就是如果没有他的提醒 就是荒废一生这种感觉 你以为生了 baby就会好吗 Oh no 如果你生的是一个女儿 可能就会说 还是应该生一个儿子比较好 那如果你生的是一个儿子呢 就会告诉你说 哎 生一个女儿不错 你又可以打扮他 女儿最贴心了 就是说有一些长辈 会让你永远觉得 你的人生充满了遗憾跟缺憾 你不够努力 你不够积极 你很荒废你的人生这样 对 所以呢 我就常常在想说 当我渐渐慢慢 变成一个长辈的年纪之后 我都真的要提醒 自己化到唇边 咽回去 其实有时候 因为我也是长辈嘛 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 其实真的只是在关心他们 但是问题是 如果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 听到这样子的关心 你会觉得压力很大吧 该不会还没有失智 就忘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感受吧 那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够跟他们发生一些交流 而不至于让对方 感到压力很大呢 赶快看看最近有什么电影啊 有什么网路的话题啊 有什么新闻事件可以讨论的 对 就是先把自己的注意力 从对方的身上移开 去找到一些共同的话题 可以一起聊聊天的 我觉得有时候年轻人 其实也是很想跟长辈聊天 可是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切入点 就是没有切入点 那这时候呢 如果年轻人说 最近有没有看什么什么什么 那长辈可能就说 那什么韩剧 我从来都不看韩剧 那韩国的女明星的脸都长得一样 excuse me 他们真的没有长得一样 有一些很像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很像 好吗 就是你总是要 让年轻人有机会 可以跟你聊天 那你不能一直在那里坐享其成 反正我坐在那里 他们就是应该来讨好我 找我聊天 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长辈 有时候也需要做一点事情 就像那时候我们 因为小学堂 有很多很小的孩子嘛 你看我们跟他们年龄 差这么多耶 像我跟那些 刚刚来小学堂念书的 小二生小三的孩子 我们年龄相差到50年以上耶 50年耶 这代沟到底有多深啊 可是还是得要 想办法找话题 跟他们聊天啊 那我就会每次都会 特别注意说 最近特别 大家小朋友喜欢的动画是什么 所以当我也是很认真的 把那个鬼灭之刃看完以后 我就顿时觉得 我整个级数 整个人的级数都升高了 我已经变成张曼娟2.0了 不再是张曼娟1.0 然后跟小朋友聊天 只要我一讲出迷豆子 他们就 老师你也唱迷豆子 当然知道啊 老师还有一个迷豆子的公仔 你要不要看 哇不得了你知道吗 然后就立刻跟他们水乳交融 他们会把他们身上所有 跟鬼灭相关的东西都拿出来跟我分享 然后我其实还是真的蛮有兴趣 我不是假装很有兴趣 我是真的还蛮有兴趣的 然后我也发现说 反正就以鬼灭来讲好了 很多大人可能会认为 看这种东西就是会耽误小朋友的时间 对他们有不好的影响 有家长来跟我讲这个话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忍不住会问他 我觉得活到老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忍不住就脱口而出 我就忍不住脱口而出的问说 那这位妈妈你有看了吗 我是还没有时间看 我觉得那个应该我们大人 哦妈妈 有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可以试着看一看 你会发现还蛮好看的哦 像我个人就觉得还蛮好看的 而且里面谈到很多东西 其实都跟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有关系 谈到了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 跟父母之间的情感 还有父母对他们的期待 传承 然后一个team应该怎么样互相合作 彼此支持 什么什么的 然后如果碰到困难的时候 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坚持到底 请问这些事情 哪一个是对孩子有不良影响的呢 然后家长就说 哦我以前没想到这个 既然满女老师都这么说了 那我下次有机会就回去看看 看完以后就果然是跟我说 哎老师我真的觉得 我以前真的误会他了 然后现在跟孩子就一起 每次讨论到鬼灭里面的事情 母子关系就变得非常的融洽 好所以我讲这么多的原因 只说真的要过年了 今年开始 今天开始 28号 大家就准备要回家过年了 或者是进入了一个如火如荼的 过年的准备 在年菜准备的同时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准备一些话题 跟回家过年的年轻人聊一聊 在这些话题的交流之中呢 才可以让彼此的感觉 更加的靠近 我们现在听到的首歌是 蔡建雅所演唱的 好想放假 我好想放假 脱了些晒太阳 如果这同伴是粉面 把咖啡喝完 我们快把车掉 头开往沙滩 偶尔能偷跑真快乐 这天气太好 工作始终罪恶 陪我只做一天傻瓜 什么都不想做个没用的人 甚至躺着橙凉 一起在山顶吹吹风 小滴娃 小滴娃 人们在脚底渺小的像个梦 我只做一天傻瓜 我好想放假 脱了些晒太阳 习惯很用力的生活 小滴娃 小滴娃 在夜里蓬头喝喝笑 就在傍官里找寄托 这样说真的很寂寞 小滴娃 小滴娃 都头发白了 还等不到自由 大达大达 我们好想放假 脱了些晒太阳 和你在大街上结婚 看着感觉就会有感染上 没有那么难 快乐比想象中简单 我们都平凡 别跟自己为难 今天呢在我们的牛年的最后一次行驶的幸福号列车 我们呢想要在年假开始的这一天 跟大家来推荐一些好书 那我们邀请到的呢是自由时报的副刊主编 也是我们幸福号列车的选书顾问孙子平 哈喽子平好 麦娟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我们在这边要先跟所有的朋友们拜一个早年 虎年感觉不错 对 蛮吉利的吧 蛮吉利的 我已经看到什么虎虎生风写成丰富的风 对 我觉得不错 我最近还写了一个叫做虎你幸福 哦 嗯 怎么念 呃 虎你幸福 嗯 你台语不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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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台语真的好烂 还敢说别人不好 好 今天我们这个主题也很有趣 叫做去远方 对啊 大家有没有觉得 受够了 你这个题目真的让人觉得很惆怅 谁不想去远方 谁去得了远方 是不是 真的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受够了所以就是现在先准备一下 现在书里面去远方 好 以便有一天 也也许说不定真的我觉得搞不好虎年 虎年有一种来势汹汹的感觉嘛 搞不好有一天突然就突然就宣布说 诶 奇妙的事发生了 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新冠病毒 通通都消失了 世界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子冰只有一种抽搐的表情 不会 而且其实我最近有 不会是不是 就是说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啊 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几则新闻都表示很乐观 真的哦 觉得世界会在春天之后恢复正常 只是这个春天不知道过多久 我想说是假新闻吗 假新闻 重复整理了几次这样 现在假新闻很多 好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去远方 今天也是一样要介绍三本精彩的书给大家 对不对 对那因为真的就是说我想去远方应该是很多人心里面的一个愿望 就是我们已经被世界禁足两年了嘛 所以有三本书我认为是很好的去远方的可能性 那第一本书呢是一本形式很特别的 它是有包含图的 但是它又不是绘本 它其实是一个文字书 但是也包含大量的图 它的书名就叫做去远方圣塔飞印象 是由一个台湾的插画家阿力金吉尔所写的 图看文都是他写的 是由大块文化出版的 是 其实圣塔飞这个地方一直都是我还蛮向往 可是从来没有去过的 我对于她的认识是因为一位美国非常特立独行的女画家 她的名叫做欧基夫 是老师的爱对不对 对是我的爱之一 对我很喜欢她的人生以及她的作品 她晚年就是在这个地方过着一种类似隐居的生活 对啊那因为圣塔飞它是很特别的 它是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 那它在就是圣塔飞这个地方就有一个艺术中心 它其实会对全世界的艺术家就是发出邀请 那在台湾是跟文化部合作的 所以台湾的艺术家可以透过这个住村的计划 去到美国圣塔飞这边住村 它的状况蛮特别 它是一次是一季 所以是三个月时间 三个月 对它跟一般有的是一个月或是更短的时间的 那种住村有点不太一样 那阿力经纪了 她就是看到了这个住村的这个申请 她就觉得很感兴趣 因为她从来没有想象过 是否有机会自己是可以到一个异地去生活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她也很顺利的申请上了 而决定要出发 但阿力她因为行动比较不方便 所以她要出发她有一个很大的前提 困难的前提要克服 就是她必须把她的电动轮椅运到当地去 那她也克服了这件事情 就很顺利的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这个圣塔飞艺术中心这边展开了她三个月的住村 那我觉得很很棒的一件事情是 她抵达的时间是9月 她一共经历了9月10月11月 然后回到台湾 就从秋天到冬天 对所以这个季节的这个变化是很明显的 就是包括还看到一点点夏天的尾巴 然后到真的迎接来就是出雪 这样子的季节变换都都都感受到了 另外一个是她因为到当地去是三个月的时间嘛 那在当地也会有来自就是世界各地的 其他国家的一些艺术家也在那里住村 对还包括有一些其实是可能是艺术相关的学者 他们可能不一定是创作的 但他们也许是跟评论 或是跟比如说像圣塔飞这地方 有很多美国原住民的文化的比如说博物馆 或者是有一些资料的保存等等 他们可能是相关的学者 他们也会到这个艺术中心去 所以她是一个很 我觉得很像是一个充满童心的 对这个世界很有好奇的一个小朋友 他到这个艺文化的地方去 他跟这些人产生了很有趣的互动 所以这本书的展开 其实是类似像生活的水笔那样子 去记录下来在这住村三个月的期间 所经历的点点滴滴 一个部分当然就是在当地跟他有交流的艺术家们 一个部分就是跟他有交流的风景们 也会遇到各式各样的 可能是很粗犷的那种沙漠的景象 也可能是在当地甚至有一个类似很奇妙的那种科学研究计划 所以会有一个冰冷的造证的 那现在那个科学研究计划已经在二战之后废除掉了 所以它现在是一个新的科技小城之类的 他们会去到那种地方 那或者是在圣塔飞自己这里 它很是一个有各式各样的文化汇集的地方 所以它有很多博物馆可以参观 他也去写了自己去参观这些博物馆的感想 那他也蛮尽职的像一个导游一样 会为我们介绍这些博物馆里面他所看到的东西 另外他也会有一些 我最喜欢的其实他在生活上面的一些小小的描写 比方说会写在这个艺术中心里面 他可能是整个中心最早起床的人 他会为所有的艺术家们磨当天要冲咖啡的那个咖啡豆子 那就空气中就会突然充满了那一种咖啡的香气 对我觉得那个描写很短 就整个可能只有几百字 可是我觉得很有生活感 很细致 或者是他会写他自己移动在那些城市 不管是大公车区或是什么的 他突然停留在一个地方 然后给自己一个午后的时间 在那个午后就看整个天空的颜色的改变 去写出那种心情上的变化 而这一切都变成了一种像是印象画式的画 然后被收藏在这个书里面 我是很喜欢这个书的装正 它很像一本相簿 老师会这么觉得吗 他用一个很奇妙的纸 对 作为它的封面 一般这个纸其实好像是不会拿来做印刷的 对 它有点布面的感觉 是 那所以好像打开一本相本 那里面就有很多一幅又一幅 阿里金吉尔他回到台湾 他是2019年去 是在这个世界被 就整个世界打烊之前 他赶上了 他是19年去的 对 19年的9月到11月 还好他去了是不是 对 他回来之后世界都打烊了 所以他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面 他创作出这一本作品 去回忆他在圣塔菲这个地方的 种种 不管是大的事情 小的事情 那些很珍贵的回忆 同时他在这个书里面 他还有一个很有巧思的安排 是他附了一个信封 信封里面装了一二十张画作 用跟封面一样的这个纸去印制出来的 那这些画呢 是他在当地住村的时候画的 所以你会看到这两种画的风格是很不一样 那一个是他在当时就留下来的 时间的像切片一样的记录 可是他又把那个东西装进一个信封里面 好像他寄给我们 跟这本书一起寄给我们 所以我很喜欢他的这个设计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也有特别读到 他与一只猫咪的偶遇 我觉得那个感觉也非常幸福 他本来有养猫吗 他本来没有 他一直很想要养猫 可是因为他自己生活上要照顾自己 就要花比较多力气 他一直很怕他没有办法给猫咪幸福 所以他就一直不敢养猫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 经过他与一只猫咪的相遇之后 他会改变他的想法吗 他就一直在羡慕别人啊 羡慕别人干什么 羡慕别人 有很多很棒的猫这样子 对 我觉得那种在旅途之中 不经意的遇到某一个生命体 然后跟他产生了一些 好像情感的交流 这个也真的是一个旅人 在旅途之中最重要的快乐了 对 对而且因为这个毕竟是三个月的时间嘛 嗯 那所以其实有一点点像旅行 但是又有一点点像生活 其实你已经好像有一点点要融入当地 在当地落地生根那种感觉 对好像有一种在当地过生活了 所以已经不是你在一个车站 然后刚好有一只猫咪走过来 其实是你住在一个空间 然后会有一只猫咪 它会在固定的时间出现在你的空间里面 而且好像在等你回来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发展出那样这种类似像家人的陪伴的关系 其实是很珍贵的 他也把这些点点滴 其实让他自己也非常非常珍惜这些点点滴滴 所以就用他的文字 用他的图去表现出来 嗯 OK好 我们待会再聊 打开车的窗 太阳在头上 公路的右方 湖边的海洋 我怀疑我的梦想 已经变了样 如果你有所期待 很抱歉 我会让你失望 我说这未来却一直会等望 有些放不下 有些不想忘 我知道你会看伤 但我已没有办法 总是要舍着遗忘 却一直疗伤 总要跌跌撞撞 才找到答案 你说我总是荒唐 我承认我是荒唐 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 过去美丽时光 旋转海浪 都想围着远方 过去做的凉乱 让我的心去流浪 我要离开这地方 而我 谁一错再错 离开你也是错 我只能这样做 也请你 原谅我这样做 我们曾经爱过 对我来说已经足够 我只能这样做 总是要学着遗忘 学着疗伤 总要跌跌撞撞 才找到答案 你说我总是荒唐 我承认我是荒唐 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 过去美丽时光 升着海浪 流向归之远方 给过去做个撩乱 让我的心去流浪 我要离开这地方 而我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 纵观星所演唱的公路 我总是觉得在旅行的过程之中 如果没有走一段公路 甚至可能走个 五六个小时的公路 就好像 若有所事 好像没有一个 不是一个很完整的旅行的感觉 今天呢 来到我们幸福号列车的 是我们节目的选书顾问 同学是诗人 小说家 那他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孙子平 子平今天我们拟定的主题 叫做去远方 我们刚才已经介绍 大块文化所出版 阿力荆棘而绘著 就是又绘图又写作的 去远方圣塔非印象 接下来要来介绍的是哪一本书呢 子平 接下来这本也去了很多远方 他是很多人喜欢的作者 叫做李同豪 所写的不在场证明 是新经典文化出版的 那今天介绍三本书 其实都是我很喜欢的作者 那李同豪他也是 一个 该说他是很奇妙的 写作者吗 因为其实这本书 大家等了17年 就是说过去有17年 他都没有出版 他的上一本书 也跟着这一本不在场证明 同时复刻了 叫做思路分手旅行 应该要复刻吧 因为应该很多人都已经找不到 已经过了17年 很多人花了那本书的 十倍定价去买了 找不到的旧版这样子 对 那他终于把他的这个前一本书 复刻出来 同时出版了他这个新书 那新的这本书 当然也非常符合 今天的主题就是去远方 因为其实李同豪他的人生经历 是蛮特别的 他当过影剧版的记者 当过旅游版的记者 当过人物组的记者 所以现在写比较多是人物的稿子 对 可是在他的这个职场生涯当中 大概有将近6到8年的时间 他是在一周刊当旅游记者 那这个在就是2000几 2006年到2010多少年 这几年当中 就是在一周刊当旅游记者 是一件非常豪华的事情 为什么豪华 因为有真的就是很豪华的 你的补给 是可以给你这样的资源 然后让你去到 就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去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样子 很豪华的状况下面 他得以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去见识到很多 我们没有见识过的风景 你只要把这个目录一打开 就可以知道他去过的这一些 不可思议的地方 随便讲出来 很普通 大家都会去到像纽约啊 伦敦啊 福冈 这些可能是 讲个不普通的 不普通的像北朝鲜 北朝鲜 乌斯淮雅 还有春光乍卸里面的 伊瓜苏瀑布 或者是像什么很奇怪的 亚当风在斯里兰卡 印度他就去了好几次 类似像这样子 那可是这本书他又不只是 当时的旅游报道 因为其实他在这里面 虽然有这么多华丽的地点 但我觉得这些华丽的地点 所要成就的都是 李同豪自己 也就是作为一个写作者 事实上他把这些景点为他所用 而变成了其实是一个 非常高明的三文的写作 所以你会读到的并不是 只是我去了这个地方 我吃了什么东西 我看到了什么 其实更多的往往是 他作为一个写作者 他如何用他的眼睛去观察 我们没有去过的这些地方 那我很喜欢就是说 他其实是很多人喜欢他的作品 很多原因就是比如说 他可能有很厉害的文字上的使用 他可能有很高明的辟语 他可能很好笑 或是他可能很毒舌等等 都毒起来会很痛快 那可是在这一些 已经播出了那一些 拍的非常好的照片 印刷在很精美的纸张上的 那本来的杂志上的报道 现在都已经播出掉那些了 现在他所拥有的唯一的武器 其实就只有文字 所以如何用文字去重现出 这一些在世界各地他去过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对写作者来说是一个 很大的挑战 对啊 然后我就想到 我前两天泡在浴缸里面 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想到 那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远方 是什么时候啊 然后 应该是你高中时期吗 没有 我后来就是又泡在浴缸里面 又多想了几分钟 是爱泡走的男子 我赫然发现跟曼娟老师有关 跟我有关为什么 因为呢 我赫然发现 就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远方这件事情 是我读你的三文集 缘起不灭的序 叫做起飞的时候 真假 这篇序我可能读过有 28次 以上 我当时我记得我几乎是读到会背的程度 因为它是一个写 就是说 你到巴达亚去 对 然后看到了就是 空心菜飞过街 的表演 对 然后才发现就是 每一个掌声的背后 其实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眼泪 我是不是领悟的很早 你领悟的非常早 而且你其实就写 重点是起飞的时候这件事 对 对不对 它其实是一个飞机 所以后来 我就才意识到就说 原来那就是我生命中最早被 带到一个远方去 它启蒙了我对于一个远方 还有对于飞行这件事情的想象 其实在《远起不灭》里面 有一些作品也写到这些 对 那同样也是 只是用文字建筑出来的旅行 对 那在《不在常证明》里面 这个书里面 我自己 除了那一些 我觉得 就是被重新整理之后 一样非常精彩的 报道 而且没有过时的那些旅游报道之外 它其实在第三集里面 它还有好多篇 已经不是它作为旅游记者的身份 是它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身份 作为一个情人的身份 作为一个人子 就别人的孩子的身份 去到这些不同的地方 可能是东京 可能是印度 可能是纽约 它一样用它非常厉害 高明的眼光去看待这些地方 然后去记下这些 它在旅途中的遭遇 然后 如果你曾经是17年前 李同浩 就是《四路分手旅行》的读者 你会在《不在常证明》里面的 《白狗一梦》这一篇 读到它就是后来怎么了 后来怎么了 作家后来怎么了 对 会读到就说 17年前很多人很喜欢 《四路分手旅行》 然后就是它被分手了嘛 然后那个 它就很愤恨的在那个 它的书腰上面就说 从今以后只要能够伤害你 让你痛苦的事 我都会尽量去做 就发下这句毒誓这样子 毒誓 对 然后17年后 它跟同样一个人 到了世界的尽头去 然后发现 这个人在为另外一个人感伤 为另外一个人忧愁 为另外一个人痛苦 然后才领悟到就说 时间已经伤害了这个人 不需要我动手 不需要 真的 对 那所以就是这一种时间的移动 以李同浩自己的说法 他觉得这两本书同时出来 其实也反映出 两种不同的旅行态度 一种是30岁的他 被收藏在《四路分手》里面 他走了一趟 就是四路搭火车啊 然后用很便宜的方式去旅行 40岁的他的生活旅行 还有就是生活方式 还有旅行的方式 就被收藏在这一本 不在场证明里面 好的 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歌 这是马面仙所演唱的台北缅约 不知不觉习惯 一个人走进咖啡店 望着来来往往的新人 我知道你不会出现 下班了台北 下班了台北 清晨的纽约 我独自走完这条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不想再为你夜夜失眠 却又抛不开对你的思念 你笑了你曾在我梦里出现 不想再为谁掉眼泪 却忍不住又红了双眼 清晨的光线都过薄纱的窗帘 凌乱的桌面上有一杯热夜的咖啡 没有你的台北 有属于我的纽约 或许时间等带走一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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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们想象中去远方 感觉上应该是要是要离开此地 去到一个不同的地方 可是其实很多人都已经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 阅读和旅行是有一点像的 对吗 因为阅读也是会带你离开你当下的时空 你所置身的地方到一个陌生之处或是你未能想象之处 可是有一个地方是会比阅读带你去到更远 那是 写作 真的 是否 是的 你不只可以去远方你还可以自己打造所有你想去的地方 真的真的 欸其实写作是一件超虚拟的事情 超穿越 嗯 对啊 所以我虽然不打那个玩不打游戏 但是我都觉得我干嘛去弄别人的虚拟 我自己就可以虚拟了啊 你就是自己的王国这样子 对不对 对啊 所以其实第三本书看起来有点跳通 但我认为还是在去远方的这个系统里面 是 它是一个我很喜欢的美国小说家叫做恰克帕拉尼克 他所写的斗争写作俱乐部 嗯 那这名字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耳熟呢 斗争俱乐部 对 因为应该很多人 喜欢斗争俱乐部这个电影 或是读过斗争俱乐部这个小说 那我也是因为斗争俱乐部 所以就是认识了帕拉尼克这个作者 嗯 我是他的忠实读者 是 他每一本就是中意本 我都会找来读这样子 那呃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是帕拉尼克忠实读者的话 你可能会有点意外哦 因为你熟悉的帕拉尼克 他可能是一个有点酷 有点怪 有点hardcore的一个小说家 他写的作品 给你的感受或气氛可能是这样 可是在斗争写的写作俱乐部这本书里面呢 他却变成一个写作导师 嗯 而且是一个非常诚恳的写作导师 是 去分享他自己就是这些年以来 呃 如何跌跌撞撞 然后终于摸索出来的这些经验 对 非常具体的去告诉你 如果你是一个想要写作的人 嗯 尤其是写小说的人 你应该怎么做 嗯哼 那他自己曾经有过一些 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曾经有过一些很不好的写作班的经验 哦 也有过一些非常好的写作班的经验 嗯 所以就是写作班是形形色色 你会遇到 写作班 你说的写作班就是写作训练班吗 对就是在美国会有一些 呃作家 嗯 或者是有一些有名的作家经纪人 他们会开就写作班 嗯 那一些对于写作有幻想或是有爱好的人 他们会去参加这个写作班 OK 那所以他自己到最后真正是遇到一个 可能台湾比较陌生的一个作者叫汤姆 汤姆 呃的这个作者 他会带着就是真的有一群人 然后每个礼拜会固定上课啊 嗯 会分享作品啊 会读作品等等 会给他们一些就是很实际的写作上的教导 跟呃对于写作训练 其中包括你必须到一个充满酒鬼的酒吧里面 去大声对他们朗读出自己的作品 那哈 看你是否能够吸引到他们的注意等等 哦 那是一些很有趣的很实际的写作训练 嗯 可是呢实际上在这个斗争写作俱乐部 这本书里面 帕阿尼克他是呃很真心的去教导你很多呃 在写小说事情上 这件事情上你可能会遇到的种种 嗯 比方说你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去建立起你的写作的权威感 嗯 他会有一些他自己整理出来的经验 比方说他会有说你不应该在小说里面做的事情 嗯 有什么呢 有很多 比如说他认为你不应该在小说里面写梦 诶可是很多小说都会写梦诶 对啊 因为写梦是最方便的 对啊 没错 对 然后可是他说法就很好笑 嗯 他说其实你的现实并没有那么不超现实 你的现实本身可能就已经很超现实了 没错 你不需要再在你的小说里面安排一个超现实的梦境 有道理 他说其实就算是容格也不一定会有兴趣听你的梦 嗯 他说除非你付他一个小时五百块美金 他可能会假装有兴趣这样子 那他也没有说不要写到鬼 他没有说不要写鬼 但他说不要用死亡来帮故事收尾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的读者明天还得早起去上班 就有很多很犀利但是很准确的 真的 建议会在他的这个书里面出现 没错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对小说怀抱着写作欲望的人 其实你真的会在这个书里面得到很多很实际的技巧 如醍醐灌顶一般 那而且最好是就是说 我觉得他其实有个很强大的说话的魅力 就有点像李同豪写不在场正名这样子 他们都是很有魅力的叙述者 所以他虽然讲的是这么死心眼的写作技巧 但是还是用他很有魅力的方式把这些事情说一遍 那另外整本书的结构我也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他其实有循序渐进的去教导你 他所知道的那一些技巧之外 他还在他的每一个章节当中穿插了一张又一张的明信片 然后他号称这些明信片是打书寻回途中寄出的明信片 事实上写的其实是他自己因为写作途中所遇到的一些人 或者是一些他很难忘的场景 比如说他曾经在一个就是作家联合的座谈上面 他遇到一个就是写那个科幻小说的鼻祖 尔规恩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科幻小说作者 那他就在就是帕拉尼克自己在那个座谈上面 他讲出了一个他对于那个小说可能想要怎么写啊 的一个可能性的结局 但他可能没有处理得非常好 可是这个贵恩他就在这个听他讲完之后 他很像是一个很有趣的那个小说共同参与者那样 他希望跟他一起找出那个小说更好的结局 所以在你他的不就是你的人生道路上面 或是你的写作道路上面 你会遇到一些让你很难忘的人事物 他就借由这一些打书寻回途中寄出的明信片 把他说出来 那我觉得他还很实际的一个一个一个做法 就是他除了讲那些技巧之外 他还在他的这个书里面开了 他认为如果你是一个写作者 你想要成为一个好的小说写作者 你应该要读的虚构作品的书单 还有非虚构作品的书单 还开了书单 给你 同时呢他还有非常实际的 就是现身说法的经验 比方说 有一些书 其实我们会看到那个书折页上是有作者照的 嗯 他就 我本人有用过 啊是 他的看法是 现在不用了吗 现在当然不用 谁想要看阿婆 我们还有自知之明 他有没有说一个好的作者应该随时保持觉醒 他有自知之明 不要滥用照片 他不是说保持觉醒 但是他对于作者照这件事情也有非常好笑的 他自己的个人经验的分享 是 对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去看他怎么分享 因为他写很长一篇 我没有办法 整篇就是把他讲完这样子 嗯 另外呢 他也有讲到一个 我相信所有写作者都会遇到困境 就是你在新书的活动上面读者不问问题 那他们干嘛 就大家就在沉默 下面沉默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问题 那你是特别幸运的作者 并不是 我是准备周全的作者 我永远带着礼物到场 哎 他做过跟你一样的事情 开什么玩笑 一定要这样子的啊 对 一个小说家若不了解人性 写什么小说啊 真的 所以他就准备了很多礼物 后来他有点周火入魔 周火入魔我也是啊 他每一场讲座要花一万块美金准备礼物 那他是比较多一点啊 我大概是差不多一万块台币就好了 对 他就说所以当他把那些礼物丢给 那个群众丢完之后 他的活动差不多可以结束 结束了 对 然后版税也少了一百万块 所以就是关于这一些 就是你在成为写作者的途中 所会遇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他会回答你 包括写不出来 为什么要写 写很烂怎么办 等等 为什么我听完之后 我觉得我应该也来写 你突然觉得 你今年虎年 找到你的人生规划了 我觉得我虎年也要来虎虎生风一下 是不是 这种经验我也是有的 我很丰富的 书名可以叫虎你的 虎你的 对 然后旁边有个小标 这不是 这不是虎你的 好了 今天非常谢谢子萍 带着这三本 去远方的主题的书 来跟我们一块共度牛年的最后一次的推荐新书 推荐书这样的一个单元 我们也期待到了虎年的时候 不管你是虎我的还是不虎我的 都继续来到我们幸福好列称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好书 谢谢子萍这一年来的辛苦 谢谢老师 明年也继续麻烦你了 是的 如果大家不能去远方就自己写一个 自己写一个去远方 自己写一个虚拟的好不好 谢谢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周杰伦所演唱的 手写着从前 休息一下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好列车 我们一会儿见 如果的爱情都太年轻 你是我想要再回去的风景 这片里被评装成秘密 这出去没得像诗句 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 等月光落雪地 等风空软秋季的相遇 我重温午后的仰望 将几大雪被映在肩上 更多年间一样 我们静静地撑去任何地方 我看着你的脸 请刷着颗血 请人接卡片说下的永远 爱记得过广场公园 一起表演 小远旁弹弹过点 记忆里在微点 我看着你的脸 牵刷着和弦 初恋时整变 书写的从前 爱记得那年秋天 说了再见 当年轻一走远 我将你伤埋在心里面 我不需要重灵 系列需要坚定 想想把那里开 需要片片撫平 记得那年的雨季 我已得安静 护过我的决定是否可能惊醒 我傻傻走来 傻傻地穿着花开 等着的雨淡 你那么等 刚刚已经回来 请就属于表白 让我属于窗带 让我想我属于一个拥有你的未来 这是啥的彩虹 用手没有我的痛 我还在说 可归之中你的笑容 该怎么去形容 我是你遇到的龙 夜空里空 都是我不要的繁荣 我去去的沙滩 我去去看看群阳 我去等个一个 可以想起始的地方 情趣在个配管 被吊着一片温暖 彻底拍照你 都是一般都迷了泪光 我看着你的脸 紧刷着河雪 情人节卡片 说下的永远 爱记得多长梦念 一起表演 小圆梦当过年 记忆里最未跌 我看着你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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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刷着河雪 秋天是沾边 说下的秋千 还记得那年秋天 说的再见 当脸颈以走远 我将你一生埋在心里面 我重温母后的仰望 将吉他雪碑 在肩上 跟多年前一样 我们静静地藏 去任何地方 我看着你的脸 紧刷着河雪 情人节卡片 说下的永远 爱记得广场梦念 一起表演 小圆梦当过年 记忆里最未跌 我看着你的脸 紧刷着河雪 秋天是沾边 说下的春千 还记得那年秋天 说的再见 当脸颈以走远 我将你一生埋在心里面 好 好 好 我将你一生埋在心里面 好 快